首先带来关心的是台北地检署侦办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一案 今天上午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张显耀道案说明 经过了五个小时的侦讯之后 下午两点再带着张显耀回到他位在台北大直的家中搜索 要查明张显耀是否有在家中藏匿机密文件 走进台北地检署脸色铁金完全不发一语 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因为涉嫌泄密 28号上午首度以被告身份遭检方传唤到新开路的北检第三办公室 进行长达五个小时的侦讯 所有外界这个礼拜以来种种纷扰不实的谣言抹黑都完全不是事实 25号才主动到地检署说明还在镜头面前大声喊冤 说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 不过在检调的调查及传唤入委会经济处 企划处法证处等处长询问后 掌握了大量不利张显耀的证词与文件 28号上午特币派专员到张显耀的住处当面递交传票 下午更出动大批人员押着张显耀到位于大哲家中搜索 检方认为张显耀可能在家中尝匿部分的机密文件 而搜索行动持续两个小时左右 检方也将张显耀直接带回北检再复训 UTV综合报道